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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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由7間澳門獨立小店組成的第一屆Go Seas Art Tour 引起了不少澳門人的興趣 而今年還加入香港元素 結盟組成11間集合時裝、咖啡、甜點等獨立品牌的Go Seas 2014 今年Go Seas 2014是第二屆去舉辦 在我們不同的店鋪的老闆一起談過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握回整個核心 就是我們希望會做得更加正 而不是追求糧 我們今年澳門有7間店鋪 也很開心香港那邊有4間店鋪 跟我們在暑假期間結盟 我們也運了11個藝術單位去玩這次活動 Go Seas已經踏入第二屆 而且形式都越來越全面 和更加有趣 今次就集合了澳門和香港 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又會是怎樣呢 我們希望可以不斷去搞這個 因為Go Seas我們今年是第二年 其實我們都計劃中 譬如第三年、第四年之後 我們繼續會用什麼形式去做呢 今年第二年我們就把範圍再擴闊一些 去到香港 藝術家的參與也都去到國際性 去到日本、比利市也都會有 希望未來我們可以將Go Seas 我們覺得我們不是一個活動 或者一個活動 我們覺得Go Seas是一個精神 怎樣去表達我們的生活態度 或者是我們究竟這個城市 可以發生什麼呢 希望Go Seas這件事可以帶到這個主題出來 帶到這個思考給大家 澳門原來可以發生這些事情 這次是第一次結盟香港的店主和設計師 不知道他們第一次接觸澳門的Go Seas 有什麼感受呢 我叫阿苗 我是Number Shop的創辦人 這次我們店舖 就跟另一個香港藝術家 叫Howard Chilai 做了一個藝術設計 我覺得很好的就是 可以跟澳門藝術家 或者開店、小店的人 可以做一些交流 因為其實很多人可能自己做 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可能我開店 就是顧自己的店 賣衣服 這樣 很少跟社會有聯繫 我覺得可以凝聚一下 一些各位年輕人的力量 可以試試做一些 something bigger 可以起碼大家知道 我們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們都團結的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 人家覺得可能在外國才會做到的事 我也希望這樣的合作 或者這樣的活動 可以繼續做下去 或者遲些可能會多點商店 或者多點藝術家 去參加這個活動 我是來自香港的 Mis Bin 是香港的一個藝術家 和攝影師 這次合作的店 是澳門位於 去探索布拉格階的卡夫卡 其實這次我覺得 令到更多人去認識澳門 可能甚至是香港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對於澳門這個地方的印象 可能只有賭場 甚至是大三巴 但這次整個旅程 可以令到人見識到澳門更多的一面 因為它擴大了去香港 大家都會覺得其實兩個的關係 甚至兩地的藝術家 其實都是很緊密的 今年的小禮物比上一年更豐富 除了有GOSIS的摘染手拍之外 還有黑膠長機 名額有限 想換你的朋友 記得以下的方法 只要你們走完澳門的七個商店 再HashtagGOSISMacao 其實就可以得到 我們GOSIS這個藍衍的手跟 這個price的玩法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Facebook 將我們指定的post share出去的朋友 有機會我們在裡面做一個抽獎 GOSIS的活動日期 由8月9日至9月8日 期間還有一系列的工作坊 和折扣優惠等活動 鎮住這個暑假 大家除了可以去半夜 本地的GOSIS Art Shop之外 不妨也體驗一下香港的Art Shop 感受一下藝術品和獨立品牌 產生的獨特文化